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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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Lovin林一群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在創業的這個部分 做的東西其實是茶水域的東西 那這基本上我們目前是用一些 比較客殊的詮釋方式 也是用一些那種手繪的方式去呈現 就是傳統茶葉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那這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所以不會浪費大家太多聲音 基本上我的工作是在電子業 我都做了10年電子業的工作 那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蘋果電腦設計 產品設計 那為什麼回來台灣 其實主要的目的就是說希望能夠讓 我可以在新的這個領域裡面 創造自己的舞台之外 我也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環境 跟更多的人 然後還有幫助整個台灣的這個 傳統文系統業的部分 可以做一些技術的提升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回來台灣創業 那創業的故事的部分 其實簡單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當時我在海外的時候 有很多人也是跟我一樣在海外流浪的人 那些人很想回來台灣 但是都回不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其實你在台灣沒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你也沒有很好的package 那這些人怎麼可能會回來 同樣的道理我覺得 我那時候要回來其實我也很增長 那可是問題是大家在海外的時候 其實只要跟外國人聊到台灣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驕傲 都覺得喔台灣是the best 但是問題是 當你在看台灣的那些新聞的時候 你在海外的時候看台灣的新聞 你會覺得喔怎麼那麼不爭氣 對不對?然後每次都看到一些 很負面很負面的一些新聞 那後來呢 我們幾個人就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喔應該要讓台灣更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辦法 好 最後這些人還在信 然後我回來 OK 那現在目前的話就是在農業這一塊 其實對我來說我也是新鮮人 所以基本上 我之前在電子業更迷的比較久 所以這些農業的部分 其實我完全完全不是很了解 對茶葉的東西 我一開始我也完全不了解 甚至我一開始我也沒有在泡什麼茶 但是呢 當我從科技業轉成農業的時候 我這邊有特別強調 而且我畫了三個警察號 就是最大的發現呢 就是完全沒有新的發現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農業沒有進步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現在目前台灣的不管什麼樣的農業 其實大部分我們還是以小農為主 我們沒有辦法變成一個規模經濟 所以我們永遠在生產製造上面 永遠都是弱勢 因為我們沒有價格的競爭力 那還有再來就是 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刻板的印象其實也造成一些農業的問題 就是長輩們永遠都覺得 你有草就是不專業的農夫 所以你就是要去把草除掉 然後不然就是你有蟲 你就應該殺掉它對不對 然後不然還有人就是覺得說 喔我只要長得不好 一定是肥不夠 所以就狂撕肥 那這些後面的代價是什麼 代價就是我們犧牲的環境 我們犧牲的生態 然後導致於 其實現在目前大家看到這些農產品 很多都是用工業化 用工業化的概念去盛產的 那這樣生產最背後 其實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我們得到的是突然的酸化 我們得到的是 再也看不到一些可愛的昆蟲們 再也看不到可愛的那些 一些像鳥類啊 或是一些大自然生態的東西 我們已經犧牲掉了 只是大家看不到 因為大家都在都市裡面 其實是看不到那些農地的變化 所以既然我已經發現這些問題了 然後我覺得我希望就是說 我今天創的一家公司 我希望能夠去幫助這個環境 讓它變得更好 我也希望能夠幫助 在這個產業類裡面的人 能夠一起把技術提升 然後一起把這個環境 或是土地的工作永續的經營 讓我們的下一代 也能夠有一個很合理 而且也很健康的一個發展環境 所以我覺得當我從工業產品 進到農業產品的時候 我才發現 其實工業產品 其實就是你設計畫的是什麼樣子 公差定的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的尺寸是什麼樣子 做出來就是什麼樣子 組裝爛了之後呢 大不了就丟掉 換一台對不對 但是茶或是一般的農產魚不是 如果它今天生病了 如果它今天就是 今天真的有一些不當的一些處理方式 讓它可以變虛弱的 它是一整片死給你看 你就是真的完全沒辦法 那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農夫 你要靠這塊田地吃飯的時候 如果氣候不對了 如果蟲害不對了 病害不對了 你就是看著它死 那最後怎麼辦 最後損失的是誰 是農夫 是很可憐的農夫 那他們有沒有對著種植方式 不知道 因為這些人通通都是從祖先 或是從上一代遺留下來的一些know how 但是這些know how並正確 因為沒有科學根據 不然就是問農藥行 不然就是問左林幼生 其實都不對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一些科學的概念 把一些比較友善環境的概念 引進去這個農地裡面 OK 所以剛剛大概提到的是 我的理念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要幫助人 我就是要幫助環境 然後甚至呢 我希望能夠帶著台灣好的東西 而且未來有機會 我希望能夠出國去打比賽 而且不是在台灣這個小小的圈子裡面 大家在裡面很擁擠 然後做個小學行 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可以做到這樣子的程度 OK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剛剛講的是我目前創業的一些故事跟理想 好 那現在我分享一下 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在座有誰想要創業的請舉手 OK 好 那已經開始創業的呢 OK 開始創業的其實跟想創業的其實數字一定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想創業的一定很多 而且我相信還有很多人敢舉手 那創業需要什麼條件 很簡單 就是勇氣堅持 還有無可救藥樂觀 而且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寫了三次 所以勇氣堅持跟無可救藥樂觀 那很多人在問我說為什麼要創業 我不可能啊 我一定有家庭要顧啊 我沒有收入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我告訴你這下面這四個 全部都是藉口 因為你就算真的創業 或是就算你真的有好的idea 我告訴你這四個永遠都還是你的問題 對 它不會不見的 然後當你 就算今天創投給你了一些資金 我告訴你還是不夠的 因為你永遠的夢都會更大 所以這四個就是最好的理由 我告訴你不要創業 不要創業 不要創業 可是實際上 你如果今天真的想創業 我覺得不要再去complain就是 噢沒有資金 沒有點值 沒有技術 沒有收入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局勢 應該這樣講 OK 好 然後因為我過去的背景 其實跟我現在目前做事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是全部是從零開始 我覺得要突破這個心理門檻其實是蠻困難的 因為你就是全部就是 你要能夠彎下腰從離開去學 而且這過程其實是真的相當的痛苦 那從零開始之後呢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搞清楚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你團隊最重要還是資金最重要 還是時間最重要還是技術最重要 其實實際上在創業這個過程中 我認為啦 我覺得其實 當然大家都知道都重要 可是什麼東西最重要你知道嗎 時間最重要 因為你的時間其實是決定 你能不能成功的一個關鍵 因為你的時間是跟著你的毅力在賽跑的 你的毅力如果撐不過去 那你就是輸了 你就算後面有很多的金錢 跟很多的很長的團隊 沒有用你就是輸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創業 麻煩你把握這個時間 如果你創業就麻煩你把握時間趕快成功 翻盤就很快就會失敗 因為那是毅力的問題 那需要什麼技能呢 其實我跟前面幾個講這個 可能講的比較不一樣 我講的是比較實際的 就是因為我自己創業的一些心情 跟我經歷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 你需要什麼技能這麼多 你需要的技能超級多 因為它是一個整個商業的流程 包括你從開始的產品開發 一直到產品開發 然後你開發完之後 你可能要有一些網站對不對 你可能要推銷 你可能要照片 你可能要文案 然後甚至你還要買一些關鍵字 然後甚至你還要想辦法去找通路 然後要能夠拓展這些 你的商品的知名度等等的 甚至還有金流物流對不對 然後還有甚至你的品牌制度 要怎麼訂 然後你要怎麼說你的品牌故事 超級多 那這些東西怎麼辦 你會嗎 不會 一定不會 而且你就算會其中一個 剩下你還是不會 所以說真的 等到你學完這些東西 我覺得你的 無序大概已白了 所以不可能 所以呢 後面我覺得 我會提到就是說 這些技能 這些技能雖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今天創業 你就要有能耐把這些東西兜出來 不見得是你做 但是你一定要兜出一個Solution 讓人家能夠看到你的東西 最後你才能夠活下去 好 然後剛剛有提到資金嘛對不對 資金其實現在目前台灣 其實還蠻鼓勵創業這件事情的 然後不要說台灣 其實全世界都有 那資金的部分很簡單 有幾個來源 但你自己有錢 但沒問題吧 一開始可能多少都要先用自己的資金 那你也可以考慮政府的補助 你也可以考慮群眾的募資 創業貸款跟創投之類的 那甚至台灣我覺得現在目前做得比較好 是一個青年創業的圓夢網 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創業的入口網站 所以你進去裡面之後 它有非常多的選項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些 所有政府相關的什麼貸款或補助之類的 你從這個網站裡 都可以看得到所有的資源 然後甚至他還有一些consultant 你可以自己去問他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 基本上有創業一定會需要資金 但是你這些資金你需要到多少 然後你需要到什麼樣的規模 或是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你走下去之後就會越來越清楚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有些人會做一些夢就是說 我希望創業的時候不要花自己的錢 我希望有人來投資我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沒有錯 很簡單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如果今天啊 如果你的團隊或是你自己的東西 當你突然間有意義來投資你的時候 你做不做起來 你如果今天有好的點子 你有好的技術 但是如果突然間錢進來 你做起來嘛 而且你也想想看 你當你拿到這些資金的時候 你背後壓力是什麼 那一億出來的人一定是希望 明年他可以收可能一億二之類的 你拿得出來嗎 對 那是其實壓力是很大的喔 所以創投不見的是好事喔 所以你要先想想看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support 你要走到什麼樣的規模 那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談到鄉村有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起碼要正理show your muscle 你要確定你的東西是真的可以讓人家獲利的 然後你才有資格到這個領域去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商品設計 等一下你們在後面其實都看得到我們商品 甚至我們等一下也可以讓大家適合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做的一個應該算是自然農法 而且是完全沒有任何榮耀的一個方式種植的一些的炮炸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直接舉我自己的設計的例子來說 就是我們目前的團隊裡面 我覺得我們設計的部分是用一些守惠的方式呈現 那一開始 我的訴求是環保 所以我希望不要用過度包裝的方式來傷害這個地球 這是我的理念 但是呢 當我在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 我設計的缺點在哪裡 我的缺點其實是出現在 我了解我的訴求在哪裡 我了解我自己 我了解我的團隊 我了解我的方向 但是我不了解消費者 這是問題 那當你們大家以後在做創業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做包裝的時候 記得第一 你的包裝一定要告訴人家 你的訴求在哪裡 就像我 我要訴求的是我對環境跟對得很好 可是在這地方你可能看不出來 對不對 這是問題 那第二就是 當我訴求環保的時候 你的消費者買這東西是為了環保而買的嗎 不見得 它可能是要送你 對不對 它可能是為了要漂漂亮亮 那它就不會為了環保而買 所以你沒有辦法打中消費者喜歡的那個點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我目前的包裝服務 我覺得我們需要再做調整的地方 那當然目前大家看到我的商品就長這樣 所以大家先表現自己先將就 然後記得到我的網站去下單 好啊 謝謝 謝謝 那基本上 經過這次的learning 你才會知道下一次要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就是慢慢的學習 所以我們的那個時候概念 其實我覺得還滿有創意的 就是說一般茶葉包裝長是這個樣子 其實還滿臭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目前茶葉那種散茶部分 都是用真空包裝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啊啊吐吐 啊吐吐的 那為了改善這個問題呢 我們是直接把這個包裝Upside down 倒過來之後 做一些包覆再摺 就是做一些那個用摺的方式 把它包覆成表面看起來是平整的 所以我不需要用額外的材料 我只貼了一張那個 我只貼了一張那個貼紙上去 然後加了一些創意的一些色塊 跟一些零件 然後看起來有一點質感 所以我確實達到了環保了 但是我卻沒有得到客戶 對不對 那是不是問題 好 然後再來 包裝盒的部分的設計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一樣 同樣的 我宿主環保 我希望這個包裝是 我當我的客戶訂了之後呢 我希望他可以直接送到他家 然後完全不需要額外的包裝 我的理念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我不要再多一個什麼 像有舉的一隻鳥的盒 就在把我包在外面 不要 那我把這些東西全部考慮進去 包含貼的一些地址的地方 然後甚至所有的品項 像我列在這裡 然後可能打工 所以我全部可以共用 我用最少的包裝的這個形式 然後可以做到最大的效益 However 一樣 我就是訴求環保 但是一樣要討論到消費的需求啊 如果我今天是為了買 買來就是拿來自用 但當然沒有差 但是如果今天買來送你 可能又有一些困擾對不對 因為可能也許就不夠精緻啊 或者說 或者說他可能在包裝上面 可能你要送你的話 可能比較拿不出手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這可能這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地方 那也是就是我直接把我的缺點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以後不要辦我的錯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需要買 還是可以到我官網上面去買 OK好 然後品牌策略的部分我快速講一下就是 當我剛剛在講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品牌的一部分 那你要先了解你的客群是誰 做好商品設計 然後經過通路上架之後 然後你要做消費者分析 所以說 當我現在賣這些茶葉的東西的時候 我要去發現 到底誰喜歡喝什麼樣的商品 然後誰喜歡喝什麼樣的茶 誰喜歡喝茶包還是膽茶之類的 你可以通過這樣的流程去瞭解 但是你不要以為你瞭解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做到的東西 你的消費者Feedback給你的東西 絕對跟你搶的東西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先有的東西 放出去之後 然後在他們做修正 這一定是這樣子的Iteration 所以大家就是在考慮一下就是 你要考慮到你所有的東西的一些 商品的定位、獨特性物、品牌故事等等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訴他們什麼 然後他才能告訴你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Iteration 那在創業裡面 我覺得還有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情緒 其實在創業 如果你今天是創業的人 你是斷吹的狀態的話 你的情緒就是這樣子 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而且可能一直在伏一邊這樣 然後我的狀態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可能也許都會想到一些很好的idea 但是實際上 當我去問了一些專家之後 我就發現馬上變胡瓜臉 馬上回家躲在被窩裡面 馬上先開始療傷 然後再決定你明天要幹嘛之類的 所以每天的方向都一直不斷在趕 因為永遠都會發現一些盲點 永遠都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覺得情緒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會影響到你的毅力跟持有力 那再來就是人的管理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在創業的時候 你的心情能夠調整好 你能夠把你的 就我剛剛講的嘛 你創業的一個條件就是 無可救藥樂觀 你必須要把自己先管理好 你才能夠影響到周圍的人 所以這很重要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管理好之後 不管今天是在工作上 在情緒上你都要管理好 你才能夠讓周圍跟你合作的人 或是你要去請教的人 人家才會願意分享給你 所以說在團隊上面 當然就是像你們 大家在公司裡面上班 應該都會有一些PM角色 大概類似的工作 那當你面對客戶的時候 你就是要談的就是人間的溫暖 你要賣東西就是我要跟你溫暖 然後讓你覺得好貼心你就會買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有點像是一些 賣一些體驗賣一些關懷這樣子 那創業的經驗 過去一年我給大家的經驗 我給大家我現在目前過去一年的 創業的一些血淋淋的經驗 這幾個我覺得有來的一定是划算的 這一頁看到就對了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後面這些小字寫的寫是 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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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頭到尾都是成功 這是小字大家記得就好了 關鍵字四個 那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那個 你就是要一直保持這樣子的那種 很堅持的一個態度 然後要相信自己 然後這幾個東西 所以我一定要念裡面 因為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你的格局一定要遠大 但是你的計劃一定要務實 你不能只做就是 你不能只做就是一些 不切實際的計劃 這是沒有第一的 但是你計劃要務實 然後一開始我覺得 台灣人其實太humble了 其實台灣人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其實我會的是100分 但是我只做60分 永遠只有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當我在跟外國公司的一些外國公司合作之後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其實是比他們還要厲害的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的格局是遠大的 而且不要在台灣只做小學生的事情 麻煩你去看看國外的世界 其實這很大的 那再來就是 資金跟人是永遠不夠的 所以不要再想這個問題一定不夠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 廣結善緣互相就是彼此互助 所以當你在創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會慢慢的進入到一個老闆的社交權力裡面去 你就會發現其實人脈是他們是這樣彼此幫彼此 原來老闆是可以永遠的一直不斷的贏端 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所以想辦法進到那個人脈圈子裡面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你的創業不成功沒關係 但是人脈一定要做好 然後這些東西是跟著你被子的 然後無所不用其極的解決問題 所以任何的事情 任何事情一定要想辦法解決的 因為都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你不要說你沒學過你就不做了 不可以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都得以要想辦法解決的 就算你今天是賣血賣乾都要解決有沒有 三萬小時 反正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去把它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 所以不要以為你自己去學商務攝影 你通知自己攝影 然後自己去學網站 我跟妳講 你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 以為別人家那麼專業 你不如花錢去解決 這樣專業的反對反對反對 然後再來就是懂得分享跟合作 跟別人討論這些創業的一些東西 或是跟別人討論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好像講了之後 就被人家學走 如果你講了之後就被人家學走 就代表你的點子太弱了 因為太容易被操了 然後操了你就沒有 你就弱掉了對不對 所以你要懂得去分享 無私的去講 你可能會得到一些feedback 你才會成長 然後再來就是聚焦跟專注 這個大概不用幾次 大家都知道 好 然後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就是關於我創業的學弟的例子 然後等一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都可以再交流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ncara advantage ED